哎呀我求救人你把他带走吧 我真的求救你了 故事环顾四周 发现并没有其他人呢 还认为小孩在说胡话 殊不知他的身后真的有人 而这个人只有小男孩才能看到 一路上那人都在男孩背后跟着他 男孩问同学 有没有看到有人跟着他们 同学回头看了一眼 没有啊 男孩看着这个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人 十分后悔 早知道就不去爷爷的阁楼了 就在刚才 时光为了买四驱车 跑到爷爷的阁楼翻找之前的东西 无意中翻出一个破旧的气盘 突然 外面狂风大作 随着一道刺眼的白光 白不飘然而起 幻化成一个人形 你是鬼吗 我不是鬼 也不会害你 我姓楚营 明莹 是南梁天下 第一的气盛 自此楚营就缠上了时光 时光让他不要跟着自己了 楚营却说 他们两人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 在时光之前 他也曾遇到一位少年 叫小白龙 刚开始小白龙也想尽办法让他离开 但都失败了 好在小白龙也喜欢下棋 两人志趣相投 小白龙一直陪他寻找神之一手 只是后来小白龙因病早逝了 神之一手是什么 神之一手是一个棋手 对围棋的终极追求 那不是很简单吗 简单 几千年了 从来没有人下出过 所谓的真正的神之一手 不过大家都相信 他一定是存在的 楚营让时光帮自己找到神之一手 作为交换 他帮时光成为当时第一的棋手 但是时光并不是很感兴趣 他不喜欢下围棋 只喜欢玩四驱车 刚说完自己的想法 时光就感到一阵恶气 直接吐到了铜珠的身上 原来楚营的情绪会影响到时光 体育测试的时候 时光让楚营帮自己跳过去 楚营满口答应 结果 这下时光更加讨厌楚营了 都怪楚营 不仅没有帮到自己 还害自己打扫卫生 他看着大家都在外面参加知识竞赛 非常羡慕 这时老师出了一道题 全校同学都答不上来 但是楚营却对答如流 时光赶紧跑下去 在楚营的帮助下 他答对了题目 还拿了奖 为了感谢楚营帮自己 他带着楚营去找爷爷 爷爷也喜欢下围棋 楚营站在时光身边指导他下围棋 没想到 时光竟然把棋子吓到了空格里 吓 吓得不对了 你这个痴呆 布子怎么弄在壳子里呢 你才痴呆呢 爷爷觉得时光在胡闹 于是拿了本围棋书打发了他 让他回去好好学 这盘棋楚营等了三百年 却没下城 他很失望 但时光确实不懂下棋 于是楚营教了他最基本的围棋常识 楚营天天缠着时光带自己去下棋 时光没办法 带着楚营又去找爷爷 但是爷爷没空 拒绝了他 希望再次落空 楚营想起了自己在南梁的最后一天 那天 他奉旨入宫 跟五弟的新宠棋手羊犬宝对局 楚营本来胜券在握 谁知 杨玄宝故意挪子陷害楚营 楚营受尽屈辱 含恨投海 结果一道白光出现 把他的意识封印在棋盘之中 因为对下棋的执念 和对神之一手的渴望 他成了棋盘中的一旅婚 苦苦等待了数千年 楚营看着张国立眼的康熙皇帝 还吐槽道 这是康熙吗 完全不像 我们还一起下个棋 时光为了完成楚营的心愿 带着他去找人下棋 结果 两人走遍了公园和棋盘室 都没有看到有人在下棋 时过境迁 大家都不喜欢下围棋了 就在两人绝望的时候 时光看到了一家围棋会馆 两人走进会馆 服务员让时光写下自己的棋例 时光从来没下过棋 并不知道自己的棋例 时光环顾整个会馆 见只有于亮一个人没有对手 于是走到他面前 要和他下棋 服务员笑他不知天高地红 于亮也问道 这是时光和于亮的第一次对决 楚营在一旁指导 很快对决结束 于亮是公认的围棋神童 苦练围棋多年 竟然输给了第一次下棋的六岁小孩 一群人围在于亮身边 看着两人的棋局 都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这边 时光带着楚营来到小麦谷 正好看到电视上播放着 中国棋手于小杨战胜韩国棋手李赫昌 拿下世界围棋冠军的新闻 楚营觉得于小杨气度不凡 就是自己寻找的围棋高手 于是吵着要跟于小杨下棋 时光看着电视上的人犯了难 于小杨是世界冠军 怎么可能跟自己一个小屁孩下棋呢 少儿围棋比赛上 女孩被对手逼得节节败退 眼看就要输掉棋局 你下在这你就死定了 你现在八十十八呀 死我 女孩瞬间转输为赢 监考老师看到有人扰乱考场 上前教训时光 这一幕正好被职业棋手方絮看到 方絮看出时光天赋异禀 于是把他带到办公室 他问时光刚才那一步棋 为什么要下在哪 时光坦白说 因为只有下在那儿 才有活路 方絮大吃一惊 这么小就能看到那一步 确实有天赋 连忙问他学期几年了 时光缓缓伸出四个手指 不错 才学四年就能看出这一步了 是四天 其实时光并非天赋异禀 而是身边有一个 谁都看不见的围棋高手 他趁方絮打电话的时候 悄悄溜了出去 结果在门口不小心 撞到了围棋冠军于小阳 于小阳是方絮的老师 方絮告诉老师 刚才那孩子就是时光 确实非常有天赋 于小阳十分震惊 原来打败自己儿子于亮的人 竟然是一个小孩子 这边 于亮自从上次被时光打败之后 一直在棋馆等时光 希望能再跟他下一盘 服务员让他去少年围棋大赛看看 或许能找到时光 于亮赶过去 正好遇到出来的时光 一见到时光 他就着急要看时光的时候 下棋的人手上都有棋简 当他看到时光手上什么都没有石 他愣住了 他让时光和自己再下一盘棋 但是时光并不想下棋 于亮问他想不想做职业棋手 时光反问道 当职业棋手有钱软吗 秋篮杯冠军有几十万美金 听到于亮说有巨额奖金时 时光的眼睛都亮了 于亮却非常生气 他觉得时光是在亵渎围棋 时光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为了哄于亮开心 他答应陪于亮再下一盘 六岁小孩和围棋神童一起下棋 围棋神童输得哇哇大哭 见于亮哭 时光有些不忍心 于是告诉了他真相 我跟你说实话吧 赢你的人不是我 我后面还有一个人 他就在这 他都学了一千多年的围棋了 你根本赢不了他了 你走 于亮觉得时光在羞辱自己 其实时光说的是真的 只是身后的人只有他自己能看到 为了安慰于亮 时光把自己最珍贵的手表送给于亮 希望他不要再哭了 看着伤心的于亮 时光埋怨欺楚莹 为什么不让着于亮一点 他还是个孩子 楚莹却说要尊重每一个对手 两人回到家 时光看到少儿围棋般的白川老师 从家里出来 原来是白川老师看中了时光的天赋 想让他去围棋班上课 时光本来不想去的 奈何妈妈给的奖励实在太多了 上课的时候 时光一直在桌子底下玩四驱车 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 让他说出课堂上的那盘棋怎么下 时光看向楚莹 老师这才恍然大悟 见他天赋一笔 于是便推荐他去参加围棋大赛 时光相中了大赛亚军的奖励 想让楚莹帮自己赢个第二名 楚莹说自己此生只拿第一 从来没拿过第二 很快围棋大赛如期而至 虽然参赛选手的年纪都比时光大很多 但是在楚莹的指导下 时光所向披名 很快就进了决赛 决赛还没开始 时光就想直接任舒拿亚军 时光也很不开心 他想拿第二名的 但是却得了第一名 他气冲冲地走出去 楚莹跟在他身后 说以后会帮他赢更多的 听完楚莹的话 时光更难过了 他把奖杯扔在地上 说这些都是楚莹赢的 跟自己没有关系 可我听到亚军说的话 看他哭 我心里更难受 我现在终于容赖于 料我多难受了 再让我下去 会有更多人难受的 这时 方絮找到时光 说自己的老师于小杨 想跟他下一盘 时光不想去 楚莹希望时光能帮帮自己 说只要自己能跟于小杨 下出神之一手 以后绝不会再缠着他了 时光同意了 于小杨见他是个小孩 于是打算让他三走 没关系 我们分先吧 不用让子 对啊 我还挺厉害 你的老师没有教过你规矩吗 见时光态度嚣张 对围棋毫无敬畏之心 于小杨非常生气 让他离开 说自己不想和他下棋了 一旁的楚莹十分着急 让时光答应让子 时光为了完成楚莹的心愿 赶紧道歉 对一开始 于小杨见时光连拿棋都不会 十分好奇 真弄不明白 你是怎么赢的小杨 刚开局时光就问于小杨 是不是赢了他 就能领悟到神之一手了 于小杨觉得他狂妄自大 自己下了四十年棋 都未曾奢望过领悟神之一手 一个矛头小孩还想领悟神之一手 简直天方夜谈 时光这才发现楚莹是在骗自己 他非常气愤地离开了棋馆 楚莹跟在后面 劝他回去继续下棋 时光气愤地指责楚莹就是个大骗子 不仅骗了小白龙还想骗自己 他不想做楚莹的傀儡 大喊着让楚莹不要再跟着自己 等他反应过来时却发现 楚莹真的消失了 曾经的围棋神童 一夜之间变成了废柴少年 自从楚莹离开后 时光再也没有碰过围棋 这天 楼上突然掉下一盘棋子 砸中了时光的好友江雪明 时光怒气冲冲地上楼找人算找 结果看到邻居无敌被人欺负 原来是无敌的围棋设和象棋设征地盘 对方人多是重 无敌被打了一顿 江雪明气不过 说出时光是围棋神童的事吓唬对方 对方压根不信 无敌说时光可是赢过余亮的 听到余亮 何佳佳来了兴趣 打算和时光下一局 测试一下他的实力 没了楚莹的指导 时光压根就不会下棋 他本想拒绝的 但是大家纷纷起步 时光 发什么呀 我能怕吗 那还等什么呢 身头 时光被赶鸭子上架 他拿着棋子迟迟下不了手 只能认识 但是何佳佳却不依不饶 非要和时光下一排 时光说自己现在特别讨厌下棋 他不想下 何佳佳威胁他如果不答应 就把他扔进河里 眼看就要动手 幸亏无敌及时出现拦住他们 为了救时光 他谎称时光曾发过誓 时光他发过誓 六年内不碰围棋 两周之后 六年的时间就到了 到时候时光再跟你下 何佳佳答应等时光两周 两周之后的对局 如果时光赢了 他就把围棋涉害回去 如果时光输了 他就把时光扔进湖里 时光压根就不想下棋 为了让时光答应 无敌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四驱车 时间内学会下棋 他去找了白川老师想要速成围棋 白川把他安排在了初级班 和小朋友们一起下棋 经过没日没夜的学习 时光非常有信心 问白川老师自己能不能赢 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 你觉得有怎么办 老师也没想到曾经的围棋神童 现在的水平竟然连小学生都不如 时光坦白之前的棋 根本就不是自己下的 而下棋的那个人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师见他难过 安慰他道 虽然才两周 但是他能看出时光非常有下棋的天赋 他劝时光继续下棋 但是时光还是打算放弃 顶走前 白川老师叫住了时光 他把六年前时光赢的奖杯交给了他 时光看着奖杯陷入了沉思 此时 去韩国进修六年的余亮回来了 他回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时光下棋 我是余亮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 请为他在家吗 时光不敢跟余亮下棋 于是谎称时光搬走了 他搬走了 搬走了 搬去哪了 他妈带着他去非洲找他爸了 非洲 他爸在那边工作十几年 这一家子不知道什么都回来的 您找他干嘛呀 我来找他下棋 当得知余亮来找自己下棋时 时光告诉他 自己不下了 余亮苦学六年 就是为了跟时光再下一局 他不相信时光会轻易放弃围棋 时光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对围棋这么执着 如果输了呢 余亮告诉他 无论输多少次 他都不会放弃围棋的 听了余亮的话 时光心情十分复杂 他还是不懂围棋到底意味着什么 于是拿着奖杯去了爷爷的阁楼 这里是他和楚莹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他对着棋盘自言自语 六年了啊 那我脾气也该闹完了 其实这些人 我还挺喜欢你 要吧 你吗 爷爷听到楼上有动静 知道又是时光来了 于是喊时光下去 时光拍了拍棋盘喃喃道 你走的时候 我倒想维棋了 他压根就不会下棋 却敢和维棋冠打赌 输了就要被扔进湖里 对一开始 时光让对方不要小瞧自己 我好歹曾经也是九龄神童 就你现在的智商 最多也就是九色 对方不屑一步 没了楚莹的指导 时光的旗下的一塌糊涂 围观的人见状纷纷嘲笑道 就你这还神童呢 回家上小学去吧 干不打你书吧 所有人都让时光认输 时光偏步 他不断地思索着不救的方法 别想了 你这番棋已经赢得不了 恍惚间他好像听见了楚莹的声音 时光还以为听错 楚莹消失了六年 他一直以为楚莹不会再出现了 当他清晰地听到楚莹的声音时 他激动快了 我最多有一成的把握 是吗 楚莹开始像之前一样指导他下棋 只是时光吓得真的太丑 楚莹只能让他输得不那么丢人 隔止已经没有转环的余地 时光主动认输 静止走向湖边 但是在跳下去之前 他还有几句话要说 你出来啊 我知道是你 你不会又要走吗 你能不能别走了 楚莹我求你了 你别再离开了行不行 见楚莹一直没出现 时光脱掉衣服 直接跳进湖中 这时楚莹出现了 时光终于见到了日丝夜响的楚莹 我们以后 又可以起下枪 请你带我进入 没起的世界吧 时光被救了上来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楚莹 看到楚莹在身边 他非常开心 两人回到家 时光忙着把围棋藏起来 担心楚莹笑话自己 殊不知时光做的所有事 楚莹都知道 这六年来 楚莹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学的是象棋 却去参加围棋比赛 对方嘲笑他是来凑数的 没想到 不过十分钟 那人就输给了他 时光和无敌 还有何佳佳一起组论 参加了围棋联赛 何佳佳率先赢得了比赛 无敌则是拿着围棋输 一边比赛一边翻书 何佳佳不禁吐槽 他烂泥扶不上墙 结果 扶不上墙的烂泥竟然赢了 现在只剩下时光了 时光不让楚莹帮自己 这一局他要自己下 何佳佳过去看时光下的一盘烂棋 不仅担心起来 以他们的水平拿冠军不容易啊 最终 他们三局两胜勉强通过了预选赛 接下来就是出赛 何佳佳依旧稳定发挥 很快赢下一局 只是这次无敌的输本战术失败了 输给了对手 最后就看时光了 时光的围棋水平确实不行 再这样下去一定会输 他只能向楚莹求救 好 我来帮你 处赢出马 时光果然赢了 成功进入了决赛 见时光和无敌心情低落 何佳佳鼓励两人一定能拿冠军 决赛这天 余亮去参观 无意间看到了正在比赛的时光 时隔六年未见 他一眼就认出了时光 此时处赢正在指导时光下棋 他让时光好好领悟 不要麻木地听从自己意不意去 这边何佳佳输掉了比赛 无敌却无意中发现了对手的漏洞 赢得了比赛 而时光也在处赢的指导下赢了对手 对方还一副指高气昂的样子 显然瞧不起冷门的围棋设 这时何佳佳走过来调解 篮球设的人反而更加猖狂 此话一出彻底惹怒了何佳佳 他和篮球设的人打了起来 不出所料 他英勇富商被打成了熊猫眼 另一边 余亮来到了时光的学校找他 发现了时光贴的海报 可惜 电话号码的最后一位被黏住了 为了找到时光 余亮从一到十爱的打过去 终于打通了时光的电话 你谁啊 你到底在哪儿 小亮 好久不见 余亮为了跟时光再下一局 苦苦等了六年 他翻遍了整个学校 这才找到时光 他问时光为什么不来找自己 时光找借口说自己太忙了 但是余亮一直在等他 可是我一直在等你啊 这些天我每天都在下棋 但不管我和谁下 我心里想的都是你 但是时光还是拒绝了他 余亮不明白 为什么时光总是拒绝自己 时光非常担心 如果余亮再来找自己下棋怎么办 他必须好好准备 为了帮时光尽快追上余亮 楚莹打算给他进行魔鬼训练 这边 为了跟时光下棋 余亮加入了实验中学的围棋社 马上就是新一届的高中围棋联赛 时光也会参加 他跟无敌将雪明一起成立了四剑客围棋社团 大家都不理解 他们只有三个人 为什么叫四剑客 时光看向身后的楚莹说道 表面上是三个人 实际上 我时光出了 一个顶俩 所以叫四剑客 很合适啊 你 我同意 四剑客围棋社正式成立 但是想要参加联赛 他们还缺一个人 和佳佳升了高三 要好好学习 不能加入围棋社 他们只能重新招人 这天 无敌上厕所时 无意间发现有人在墙壁上下棋 这题挺难的 我没解出来 这下还有这种东西 厕所墙上有一道非常难的围棋体 竟然有人答了上来 时光每天都在厕所蹲守 神秘人却一直没有出现 于是时光贴上悬赏告示 用一张周杰伦的CD引诱神秘人 神秘人果然找上门来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古语 但是古语却并不想加入围棋社 为了劝古语加入 时光偷偷跟踪他来到地下棋牌室 结果看到古语在下棋的时候作弊挣钱 楚音非常生气 时光却想着可以来这挣钱 第二天 时光找到古语用他作弊的事 威胁他和无敌下一局 输了就加入围棋社 结果古语靠作弊赢了无敌 无敌看不惯古语的做法 不同意他加入围棋社 时光却觉得古语为了赢作的没错 两人大吵了一架 楚音告诉时光 夏围棋不只有赢还有尊严 两人决定把误入企图的古语拉回正头 晚上 古语又去了棋牌室 这次他遇上的人比他还会作弊 对方以棋人之道还治棋人之身 还下吗 棋人之道 还治棋人之身 把CD的钱 就还回来 古语输得很惨 楚音打算帮他教训那人一顿 结果遇到棋牌室爷爷给老头钱 原来老头是爷爷顾的 为的就是帮古语回到正头 时光得之后 要跟老头下一局 如果自己赢了就把钱还给古语 对局开始 时光放狠话说 我的本事 大概就是 清朝的白子球 白子球 你要是白子球 我就是于小阳 对局结束 老头输得很惨 看着棋牌直呼 第二天 时光把钱还给古语 告诉了他一切 古语这才得知爷爷的良苦用心 围棋设欺负新人 故意要和新人下芒棋 还要四打一 没想到他们碰上的是世界冠军的儿子 芒棋开始 于亮沉着应对 对手却急了 他没想到于亮这么巧 自己应付不来 于是偷偷给队友发消息 让他们赶紧来换人 于亮知道对方故意在整自己 这边 其他队友接到消息 打算去换人 另一个队友良心发现 但是队友却说 因为于亮的到来 围棋设立其他的队友就要当替补 这不公平 两人想着一定要给于亮点颜色瞧瞧 于亮不想跟他们计较 但是对方却故意激怒他 你不是世界冠冠军的儿子 一对一下冒起 你算什么冠军 就是啊 一条二 我就扶你 敢不敢来吧 于亮答应了 对方再次使诈 故意胡乱下棋 打断于亮的布局和思路 于亮陷入了困局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下 下不出来就趁早认输 别耽误我们几个时间 我数到三啊 再不下就算你输了 一 二 我 于亮 关键时刻 学姐出现帮于亮解围 于亮坚持要把旗下完 他坐到两人面前 很快就赢了他们 队局结束 围棋设队长出现 他知道于亮被设解了 但还是希望于亮能够退出围棋设 因为于亮的实力太强了 跟他们不是一个段位的 这么下去 于亮肯定会被人挤对 但是于亮却很坚定 他之所以加入实验中学的围棋社团 就是为了参加高中生围棋大赛 只有这样才能和时光下棋 很快比赛名单下来了 时光是三台 于亮被老师选为主将 为了能和时光对局 于亮求老师把自己放在三台 但是老师却拒绝了他 他不能拿学校的荣誉荡儿戏 但是面对于亮的苦苦哀求 他也于心不忍 很快 于亮和时光的对局一触即发 于亮等了六年 终于能和时光下棋了 他紧张的手心冒汗 小时候输给时光的阴影 一直笼罩着他 所以他非常看重这场对局 时光同样紧张 因为之前赢于亮的人不是自己 而是楚莹 比赛开始前 于亮紧张地把妻子撒了一顶 时光看着有些难受 两人开始下棋 于亮果然进步很快 你修理进步好多 你羞辱人应该有个限度好 我是在夸你 如果这是夸我 那我告诉你 你拿棋的姿势 也比原来贵犯多了 楚莹气定神闲地指挥时光 他见于亮棋一大掌 决定换种下棋 试试于亮的实力 但是时光却突然反悔 将棋子下在了另一个地方 楚莹非常生气 但是时光还是想自己下这盘棋 只是时光的棋下的实在太丑 于亮觉得不可思议 他不敢相信 六年前连赢自己两局的时光 竟然能差到这种地步 时光剑无力回天 于是主动认输 时光 都太过分了 于亮愤然离喜 六年来为了追上时光 他远赴韩国学习围棋 所有人都说他傻 但是只有他自己觉得值得 因为他在时光身上看到了棋神的影子 但是现在的时光 让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口中的傻 还要傻一百倍 见于亮失望地离开 时光也很难过 但是楚莹却有些开心 因为经过这件事 时光已经真心爱上了围棋 这天围棋射中人去打扫场地 发现篮球社竟然占了他们的地盘 对方仗着人多势众 欺负小女生 篮球社社长提议公平竞争 怎么个公平竞争法 比头篮吧 谁进得多 事儿亏谁 你们还要不要脸 为了抢回地盘 他们日夜苦练投篮 可是想要赢篮球队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社团成员都觉得不可能 但是江雪明却不想放弃 他看着手中的篮球 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三天后 比赛正式开始 江雪明把篮球社的人约到了游乐场 看着旁边的投篮机 就比这个 是 我是大人你们要比投篮 我又没说怎么比 篮球社的人轻蔑地笑了笑 觉得无所谓 无论在哪头 他们都不可能输 比赛开始 篮球社队长亲自出马 百发百中 谁知围棋社的人早有后手 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个球 大家一起投 人多力量大 很快就占据上风 任凭篮球社怎么努力 都无法超过围棋社 最后围棋社以压倒性的优势赢了篮球社 成功抢回地盘 这边世界冠军与小杨的徒弟方许 创办了围棋网 把围棋搬到网络上 白传帮方许宣传时 遇到了时光 让他去体验一下 听说能下棋 楚莹非常感兴趣 两人立刻跑到网吧 楚莹看着眼前方方正正的大盒子 十分好奇 这时时光突然响起 有了围棋网 或许楚莹就能用真实身份下棋了 围棋高手想要在网上下一盘围棋虐彩 谁曾想对手是活了千年的棋魂 经过几回合交战 围棋高手眉头紧锁 棋越下越慢 显然不是棋魂的对手 最后 棋魂用一记凌空照将他一箭封喉 对方没想到能在网上遇到这么厉害的人 我是谁啊 大家纷纷讨论楚莹是何方神圣 赢了棋的时光一脸的堆意 对着他一顿嘲讽 棋魂的招式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 于亮走了过来 这招叫白子球大飞 这是古棋的招式 白子球尤其喜欢 于亮猜测他肯定不是职业选手 时隔千年 楚莹这个名字以这种方式出现 不由的让楚莹感慨万千 而时光却已经制定好计划 他要让楚莹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成为真正的棋王 几天后 棋魂已经在网上名声大噪 还被登上围棋杂志的头条 围棋网创始人对楚莹充满好奇 回到公司得知 楚莹已经联赢200多局未曾100 而且都是公司邀约的职业围棋选手 现在只剩他这九段棋手没有下落 要是他在数个公司将颜面尽失 所向披靡的时光已经找不到对手 这时他看到方旭上线 想邀请他下一盘 方旭明显有点怂 果断拒绝了邀请 保险起见他召集围棋高手开会 研究楚莹的棋路和风格 大家说他的棋路很古风 正说着 于亮过来了 他那天看过楚莹用的白子球的招数 他想亲自和他下一盘棋 于亮上线邀请楚莹 时光一看对手的英文名字很熟悉 似乎在于亮的棋盘上见过 猜测对方应该是于亮 同样 于亮也在猜测对方是不是时光 小时候对异的场景丽丽在目 这几年他出国深造 就是为了超越时光 对局开始 不论他使用什么招式 都被时光抢先一步化解 好像他的一招仪式都被看透一样 这种压迫感让于亮很绝望 最后于亮主动认输 楚莹从下棋的手法判断 确定对手就是于亮 所有人都在猜测楚莹是谁 还专门成立了研究楚莹的协会 这两百多盘 随着棋一直很稳 只是这手法才逐渐改 就像古代人 他们不知道的是 楚莹确实是一千年前的人 于亮不明白 为什么楚莹赢了这么多棋 却始终不肯现身 师兄告诉他 一个人不敢露面 无非两个原因 要不是超脱世俗 要不就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楚莹确实有秘密 他无法现身是因为他不是人 而是一个没有身体的气魂 为了一睹楚莹的真面目 方旭举办了七王争霸赛 还故意放出消息 说楚莹是外挂 逼楚莹现身 时光为了楚莹的名誉 带着面具来到现场 结果 却被人抢先一步 大家都想冒充楚莹 现场一片混乱 楚莹看到这一幕 觉得这七王争霸赛真没意思 于是笑着离开了 此时 于亮看到了时光的背影 之前下棋的时候 他就感觉时光是楚莹 当他看到时光时 立刻追了上去 一路跟着时光来到网吧 他一把推开时光 想要一探究竟 结果看到的竟然是 他把时光叫了出去 时光知道他怀疑自己是楚莹 于是故意说 于亮说他想多了 如果他真有楚莹的实力 早就去当职业棋手了 时光被他激发出斗志 决定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 白川老师告诉时光 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棋手 比高考还要难一百倍 但以时光的实力 也不是不可能 他推荐时光去围棋训练营 这样也能锻炼一下自己 却没想到 手下败将竟然成了自己的老师 当时光得知围棋训练营的老师是于亮时 他直接惊呆了 分组练习时 别人都有对手 只有时光是一个人 时光怀疑于亮故意针对自己 就是因为自己曾经赢过他 时光愤愤不满 于亮讲课时 以白子球的一局棋为例 说起古代围棋的缺点 这局棋 楚莹记忆深刻 是当年小白龙和范希后下的 也可以说是他自己下的 于亮说 这盘棋里很多下法已经淘汰了 没有学习的必要 时光看不惯 直接冲上讲台 和于亮对打起来 结果很快就输了 时光气愤地离开了教室 他很生气 于亮说楚莹的棋淘汰了 楚莹却说 于亮棋是没错 围棋一直在进步 他有些棋确实淘汰了 不过 我还是更相信 姜 还是冷的辣 特别是 这块 仙年冷香 第二天 训练营一行人去古镇游玩 楚莹看着远处的景色 突然觉得有点熟悉 这里就是几百年前 他和小白龙闭关的地方 楚莹触景生情 想起和小白龙在一起的时光 他想去看看两人曾一起种下的树 为了满足楚莹的心愿 时光独自一人跑到了山上 他们一直走到山顶 才找到了那棵树 正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迷路了 两人折腾了好长时间 都没找到下山的路 这边 古语见时光一直没回来 打电话也没信号 于是和训练营老师 一起去山里寻找时光 与此同时 时光发现前面有一个电话亭 于是打电话给古语和江雪明 结果他们的电话 都不在俗屋区 眼看天就要黑了 再出不去很可能会遇到危险 楚莹提议让时光给玉亮打个电话 时光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 说什么都不肯打 今天我就是困死在山里 我活活饿死 被熊虾子叼走吃了 我也不会给这个家伙打电话 这只千年老鬼 不小心在山上迷路了 怎么又是这个亭子 这边是什么龟大墙吧 这 你别说什么话 多吓人的 楚莹吓坏了 晚上山里太危险了 他提议让时光爬去树上 这样比较安全 就在时光努力爬树的时候 于亮来了 他本来是去听月音会的 接到时光的求救电话 立刻赶了过来 见时光嬉皮笑脸 于亮气坏了 这么小个山你都能迷路 你是白痴吗 还是说你是路痴 是路痴 你就有点路痴的自觉 别乱抛给别人贴上了行吗 你好好人呢你 这在山里 吓吓人 莫名其妙发个火 不要来以后别来以后 这时 一行人找到了他们 几人等车的时候 将雪明拿出自己亲手做的 九星巧克力 他本来是想送给时光的 现在只能分给大家了 大家这才知道 今天是情人节 回去之后 时光为了感谢于亮 特意买了一本围棋书送给他 于亮嘴上说着不用 还是开心地把书收下了 很快围棋训练营结束 时光想要成职业棋手 还需要不断学习 他打算报名一江湖道场 系统的学习围棋 但是却错过了报名时间 时光不甘心就此错过 询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工作人员说 必须得有五段以上的推荐人才行 楚莹想起 白川老师或许可以帮忙 在白川老师的帮助下 时光获得了方絮九段的推荐 终于有了报名机会 此时 新一届的高中生围棋联赛也开始了 但是联赛有规定 不允许在道场学棋的冲段上面参加 围棋设众人 得知时光要去道场后 非常生气 觉得时光背叛了他们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都替你累了 时光纠结了好几天 最终下定决心 他约无敌何嘉嘉和谷宇一打三 如果自己输了就不去道场了 最终 时光赢了无敌和谷宇 但是却输给了何嘉嘉 围棋天才参加入学测试 老师误以为他是废柴 当他回家等消息 结果另一个老师发现了他的天赋 老手这才恍然大悟 时光一连等了好几天 都没有消息 觉得一定没戏了 楚音安慰他 考不上就明天再考 实在不行就后年大后年 总有一天会考上的 时光听完更难受了 回到家后 妈妈把信封递给他 时光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 里面正是一江湖道场的入学通知书 时光高兴坏了 时光去学校办了休学 正式开始了冲断之路 他进入一江湖道场学期 和沈一浪红河成了室友 时光本以为在道场学习很轻松 谁知道场里高手云集 时光和道场榜单上排名 倒数第一的女生下棋 女生赢了棋 却哭着离开了 他来道场半年 只赢了一盘棋 还是和时光下的 他自知天赋欠佳 不想继续浪费时间了 看到女生离开 时光这才感觉到道场的残酷 其他人聚在一起打斗 想看看排名 倒数第一的时光 能在这待多久 大家都觉得他最多 能待三个月 自从来到道场 时光一场也没赢过 不禁想打退堂鼓 这边 于亮比赛时 对上了方雪 虽然于亮是自己的失敌 但是方雪并没打算让着他 两人很快决出胜负 于亮终究是实力不够 输给了方雪 于亮输起后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于小杨发现儿子竟然没有练棋 反而是在玩拼图 于是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问他为什么不复盘 于亮说自己下不动了 为了帮于亮重燃斗志 方雪带着他来到一江湖道场 于亮走进去 看到深夜还在努力练棋的时光 这时时光发现了他 立刻追了上去 那你如果听好 我绝对不会放弃追他 维琪元老打算给维琪新人一个下马威 结果被对方虐得无地自容 比赛开始前 记者采访维琪元老赵冰峰 问他即将和世界冠军的儿子于亮对决 是否会手下留情 赵冰峰满不在意地说道 那我就主动收他半目 好让这位天之骄子 呼好看的名声 你看这样怎么样 赵冰峰嘴上说着不在意 比赛时却不宜用杀招 想要逼于亮赶紧认输 但是于亮丝毫不怕 依旧胸有成竹地完成自己的布局 于亮来势汹汹 赵冰峰不禁有些招架不住 只是大话已经说出去了 如果此时输了 他在围棋界的名声肯定会荡然无存 于是只能勉强应称 观战监理 赵冰峰的徒弟还在为老师辩解 说老师这叫以退为进 红河健壮不禁调侃道 这边 时光为了去看于亮比赛 听尽全力终于赢了对手 但是却被老师叫住 让他复盘棋局 等他赶到时 于亮和赵冰峰的比赛已经过半了 时光着急地询问 于亮下得怎么样 沈一朗分析道 只要于亮按照现在的布局下下去 胜出的机会非常大 这时于亮的招数突然变了 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明明稳守就能赢 为什么要变呢 楚盈却一眼看出了于亮的心思 他告诉时光 于亮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让时光看到自己的最强实力 时光恍然大悟 看来那天晚上于亮说的话是真的 他一定不会让自己轻易追上他 此时赵冰峰也看透了于亮的心思 故意利用于亮的弱点 赢了于亮一局 比赛结束后 时光正打算离开 忽然听到记者在采访于亮 不禁停下脚步 既然奇异改往上风格 似乎十分的激进 时光对上于亮的目光 他深知自己和于亮的实力相差甚远 于亮都这么努力了 他也绝不能退缩 这天深夜 时光在教室练棋 魔鬼教练大老师路过 看到他的吓得棋之后 大骂他是垃圾 吓棋下得跟屎一样 他从这浪费我的电 滚 时光被吓得落荒而逃 第二天 大老师拿着又失赛的海报贴在墙上 又失赛就是他们方圆市三个道场的冲断少年 和刚定段的职业棋手的比赛 只有道场前八名才有资格参加 时光距离这个名次还差得很远 为了尽快提升其力 红河带着时光去请教自己的师傅 灵力九段 到了灵力家 时光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两人干了一上午猛火 连灵力的影子都没看到 时光很生气 这时 灵力回来了 他让红河不要再来了 自己是不会受他为徒的 见红河不放弃 灵力打算跟他下一局 红河却把梦寐以求的对局让给了时光 两人对一时 灵力发现时光极其有天赋 但是却总是畏手畏脚 让时光下棋时自信一些 这些天时光在道场总是书棋 所以一直很自卑 听了灵力的话 时光顿时信心倍增 他回到学校的围棋社 看着墙上的照片 大家都在努力练棋 他也重燃了斗志 深夜 时光依旧独自一人在教室练棋 他再次碰到了大老师 大老师要跟他下一局 见时光下棋总是举棋不定 大老师故意惹怒他 是下事吗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来 再来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下车 下车 我说下车 见时光终于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大老师起身离开 把教室的钥匙留给了时光 时光看着手中的棋子 已经四分五裂了 经过这次对局 时光一改往日的棋风 棋力突飞猛进 排名直接从倒数第一 冲到了前20名 大老师看着时光的成绩非常开心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老师的激将 我在屋里边都听见你吼人家 就算这孩子不太灵光 你也不是欲这么凶吗 不太灵光 那是因为没碰见我 打今儿起 我让他灵光 围棋大师留下一盘起 让前来拜师的人解开棋局 本以为十分简单 经过千年棋盛指导才发现 棋局另有玄机 为了让围棋大师灵力 收自己为徒 红河每天都去帮灵力重点 终于打动了灵力 为了考验红河 灵力给他留了一盘棋 红河一看觉得 这也太简单了吧 一旁的楚莹一眼 看破棋中身影 于是让时光提醒红河 棋盘很大 视野要广 再想想 经过楚莹的指导 红河这才恍然大悟 灵力回来看到红河的棋 觉得他还算有点天赋 让他来参加自己的研讨会 也算是同意收他为徒了 红河很开心 红河突然觉得这句话很耳熟 于是赶紧打开电脑 发现偶像楚莹 也曾对自己说过这句话 他拐弯抹角地试探时光 时光有点心虚 但还是死不承认 红河还是觉得时光就是楚莹 于是故意炸他 告诉时光说楚莹在网上骗人 听说有人打着自己的名号骗人 楚莹十分着急 于是时光登上楚莹的账号 查看情况 结果被红河打了个正招 见胡弄不过去 时光只好说道 我不是楚莹 但我认识楚莹 而且他就在我身边 小红河让你想办 我怎么扎 谁也不要再拦我了 我背负这些秘密已经太久了 红河 今天我就告诉你真相 楚莹 小红 楚莹其实就是 我爷爷 红河不相信 非让时光带着自己去拜访爷爷 时光没办法 只好带他去 他让红河在外面等着 然后跟爷爷说外面的小伙 有点沮丧 想让爷爷扮演一下围棋大神楚莹 鼓励一下他 爷爷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红河见到自己的偶像十分激动 看到爷爷赢了那么多奖杯之后 对爷爷的身份深信不疑 回去的路上 还在为见到偶像而开心 像不像你心中 楚莹的样子 什么叫像 就是 围棋大佬越过众多高手 走到了一个新人面前 大家都在猜测这人是谁 这是一个记者揭开了他的身份 说他叫时光 是有名的围棋神童 一旁的同行见状说道 什么狗屁围棋神童 可别对他抱任何期望 他们说的没错 时光确实不是什么围棋神童 但是现如今他棋力大涨 早已经飞昔比 又是赛正式开始 时光和余亮分别跟不同的人对聚 方絮没有观战余亮 反而站在了时光这边 时光这盘旗下的不错 一旁的楚莹不禁炫耀道 怎么样 我们家小光技术还不错吧 你看看这个棋 等会聊 此时时光突然下了一恶招 楚莹发现不对劲提醒他的时候 已经晚了 结果几步棋之后 时光刚才的那步坏棋竟然成了好棋 原来刚才那步恶招 是时光故意下的 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此时对手已经被逼得节节败退 一旁观战的方絮 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边 沈亿朗和王冲的对局也到了尾声 王冲输了其十分不服气 于是故意羞辱到场的人 你跟这场比赛赢了 我有什么用啊 我照样几天定不上断吗 路子 面对王冲的羞辱 洪和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上手教训了他一顿 洪和打人被主办方叫进了办公室 对方不依不饶 大老师走进办公室 二话不说 抄起一旁的杯子就砸了过去 你费的 他干啥堵啊 站起来 王冲就这样挨了一顿打 还赔了一个杯子 这边时光还是输掉了比赛 他非常沮丧 就差一点就能跟于亮对局了 楚莹安慰他到 虽然输了 但是时光刚才的那步棋非常厉害 只要不断地进步 总有一天会追上于亮的 楚莹悄悄告诉时光 刚才于亮还看他下棋了吗 于亮确实很在意时光 他特地找到时光的对手 问他时光下得怎么样 对手十分不解 这天时光被罚打扫卫生 道场里的其他人则是去坐影道场 参加对抗赛 大家发现坐影道场的墙上 写着龙燕到此一游 坐影道场的教练说 这龙燕是来踢馆的 道馆里的学员全都输给了他 这边 留在道场里的时光正准备打扫卫生 突然发现墙上有人写下 龙燕到此一游几个大字 他瞬间明白看来是有人来踢馆了 正好楚莹好久没下棋了 这局正好让楚莹过过其意 咱们今天帮派的十大高手 全聚光明顶 只留下你我二人保护帮派名誉 所以这场战斗 只能赢 不能输 你这一番话 说得我是热血沸腾 对局开始前 龙燕说如果自己赢了 这次就要保留一年 如果自己输了 他就把字擦掉 时光却说如果自己赢了 龙燕不仅要把字擦掉 还要把道场打扫干净 龙燕答应了 他可是围打网排名第九的棋手 就连方旭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对付时光这个小屁孩 轻而易举 他本以为时光会被自己的名头吓倒 没想到时光竟然非常期待 赶紧吧 来来来 棋局开始后 时光一直处于下风 他一直朝楚莹使眼色 让他赶紧出招 楚莹却摆出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 让时光不要担心 龙燕攻势灵力 眼看就要拿下这局棋 楚莹让时光落下最后一子 这招一剑封喉瞬间逆转形式 龙燕瞬间脸色大变 最后主动认输 龙燕信手承诺 不仅擦掉了墙上的字 还把道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时光看他下棋这么厉害 问他是不是职业棋手 龙燕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游棋工 因为过了报考定断赛的年龄 没法参加比赛 无论他棋下的多好 注定一辈子无法成为职业棋手 他想既然自己的名字 不能出现在职业棋手的名单上 那就留在柱子上 但是现在他释然了 和时光对局后 他才发现原来道场 也有实力很强的棋手 临走之前 他还有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学期多长时间了 一千年 眼看比赛就要开始 对手却迟迟未到 时光本以为能不占而胜 没想到对手竟然掐着最后一秒来了 还满身是伤 时光第一次见这架势 吓了一跳 徐俊朗不按套路出牌 时光有些招架不住 中盘休息的时候 徐俊朗非要拉着时光去吃饭 还故意告诉时光说 自己是超龄棋手 超龄棋手不能参加比赛 如果时光举报他的话 就能自动获胜 徐俊朗故意使用心理战术 来扰乱时光的思路 你会真以为我吃饱了吗 不然呢 下午比赛继续 时光第一次参加定断赛 经验不足 心理承受能力更是远远低于徐俊朗 在徐俊朗的不断干扰下 时光输掉了定断赛的第一场 比赛结束后 徐俊朗掏出身份证给时光 时光的心态崩了 第二场比赛时 时光因为济世气坏了 又输了一局 接连输掉了两场 时光觉得非常沮丧 第二天 为了帮时光稳定情绪 楚莹交给他一个古怪的放松方式 做完之后 时光冷静很多 但是他刚一坐下 就看到徐俊朗冲他做鬼脸 因为上次输给了他 时光看见他心里就打出 这时 楚莹走了过去 帮他挡住徐俊朗 这次时光终于能沉下心来下起 稳定发挥 很快就赢了第一局 排名公布的时候 时光再次遇到了徐俊朗 他告诉徐俊朗自己已经不怕他了 如果再遇到他 自己一定能赢他 只是徐俊朗已经三连胜了 明天的棋局 时光绝对不会碰到徐俊朗了 他下一场的对手 是一个两连败的女棋手 所有人都以为时光必胜 谁知时光差点中了他的寂寞 时光见状赶紧安慰他 让他先别灰心嘛 调整好心态好好下起 结果轮到时光落子的时候 不小心下了一步乱起 等时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一旁的楚莹 见状十分着急 前三局时光一胜两负 这一局至关重要 如果再输了 就无缘今年的定断赛了 楚莹告诉时光 对方就是在博同情 下棋不仅要看棋力也要看心态 时光立刻调整好心态 认真对战 很快就反败为胜 几个回合下来 女棋手主动认输 第五轮比赛抽签时 时光抽到一张纸 上面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地问裁判这是什么意思 裁判说他不用比了 时光还以为自己被淘汰了 没想到是轮空了 比赛人数是单数 落单的那个自动通过预选赛 时光高兴坏了 预选赛结束后 一行人回到道场 时光看到大家都在办公室门口排队 十分好奇地上前打听 红河说是在排队领月饼 还让时光排在自己前面 时光傻乎乎地走了进去 班老师告诉他 今天是定断赛前的心理辅导 他觉得大家的心理太脆弱 尤其是时光 你是不管什么棋你都敢输 不管什么人都能把你哄 你弄个套路啊 你就是招盗 时光不禁吐槽道 这哪是心理安慰啊 这不成了心口上捅刀子了吗 回到寝室之后 沈亿朗和红河都觉得 时光不是心理素质差 而是经验不足 于是打算带着他去踢馆 结果跑了三家围棋馆 都没找到夏围棋的人 时光和楚莹争论起来 时光说现在已经没几个夏围棋的了 楚莹却说大隐隐于世 自己一定能找到夏围棋的高手 我觉得能找到夏围棋的人 好 你找 找找找找找 你吹吧你就 吴雨 他在这儿 对啊 古语 我就没想到古语吗 对 我感觉是不是 自己跟自己说话了 何止啊 感觉你都快左右后 我自己抽自己两嘴了 时光跑到学校找古语 古语把方圆是能下棋的地方都写在纸上 交给了他 时光按照古语的线索 找到一家洗浴中心 没想到隐藏的爵士高手 竟然是一位搓枣工 大叔一边给红河搓枣 一边跟时光下棋 最后早搓完了 棋也下完了 大叔输了他看着时光的棋 不禁赞叹的 随后三人又来到一个工厂 厂子里的机器声太大 时光被吵得烦躁不已 结果对手还老是悔气 时光忍不住和对方吵了起来 工厂里的小弟立马叫来了大哥 大哥要和他们一决胜负 不下就不让他们走 时光被推了出来 只能硬着头皮上 两人一直吓到天黑 大哥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 十分得意 这时楚莹告诉时光 自己看到一手妙棋 但是他并不打算告诉时光 让时光自己找 时光认真的看着棋盘 很快面露微笑 拿起一子落下 楚莹见状十分开心地说 就是这里 大哥看到这部棋之后 瞬间脸色大变 最后输得心服口服 大哥得知三人 想要找高手下棋之后 连夜把他们带到了兰音寺 这个寺庙里的和尚哥哥 都是围棋高手 就连门口的扫地僧都不例外 时光三人来到兰音寺 找高手下棋 结果寺里的和尚 让他们留下来帮工 只有帮工半个月 才能让他们跟围棋高手下棋 沈一朗被派去帮忙扫地 扫地和尚闲来无事 让他陪自己下盲棋 一边打扫一边下盲棋 最考验猩猩 盲棋啊 嗯 我这一直下不好盲棋 注意力总是没法集中 记不住那么多步 只要心无旁骛 没有什么是记不住的 红河被派去厨房帮忙 做饭和尚一边做饭 一边陪他下棋 红河喜欢下快棋 因为棋快总是失误 做饭和尚每下两步就跑去干活 红河被晾在一边 非常着急 时光这边 则是被派去打扫藏书阁 屋里没有人 时光无意间看到一本南北朝十七的棋谱 其中有一张非常像楚莹的棋风 两人正看棋谱的时候 楚莹看到地上有一只手 两人都吓坏了 你吓死人了 大白天也不能那么吓人啊 我在这睡觉睡得好好的 你在啊啊啊啊啊 谁吓我谁啊 赶快走别心想我睡 其有此理 走了 你看什么呢 你管我看什么呢 和尚问时光是不是想要这本棋谱 上面有楚莹的棋 时光当然想要 作为交换 和尚开出一大堆条件 让时光帮自己端茶倒水 还让他陪自己下棋 但是和尚的棋是21路 一般的棋都是19路 时光下不来 和尚见状更加得寸进尺 让时光下赢自己 才把棋谱给他 时光为了楚莹只能答应下来 和尚下棋不按套路 故意捉弄时光 时光气得不下了 和尚告诉时光 21路虽然只比19路多了两路 但是计算量却多了不止两倍 非常考验下棋者的大局观 他这不是捉弄时光 而是在训练他 楚莹在一旁观战 他让时光别着急 这天 时光一行人从蓝音寺回来 路过一家餐馆 进去吃饭的时候 见店里人都爆满了 但是却有一个人在独自下棋 时光见对方是韩国人 于是让服务员帮自己问一下 他们想拼个桌吃饭 吃两口就走 谁知这位韩国天才十分高傲 红河见他吓得挺有意思的 于是提议跟他过两手 几人争吵起来 这时 老板出来解释 说这位是他外甥秀英 是韩国名列前茅的棋手 时光一听还是同行的 于是直接开盘 打算让他见识一下 中国棋手的实力 这次时光的棋下得非常稳 一旁的楚银都忍不住夸赞到 经过这段时间的锤炼 你的棋已经开始光彩夺目了 紧接着 时光故意下出一招迷惑棋 让对方以为自己要赢了 就连红河都以为时光要输了 结果就在对方洋洋得意时 时光一子定乾坤 轻松拿下棋局 这盘棋 小光不但看到了别人察觉不到的细节 还牢牢地把控住了局势的走向 不知不觉啊 已经超过了这里的所有人 秀英书的心服口服 问时光叫什么名字 时光留下自己的名字后扬长而去 时光的棋让秀英 见识到了中国棋手的实力 傍晚 他告诉好友余亮 说自己今天下了一盘棋 被对方狠狠虐了一把 秀英是余亮在韩国学习时的好友 实力不容小觑 他十分好奇是谁赢了他 他本是道场的最后一名 人人都看不起他 没想到短短一年时间 他就打败数十人 就连道场第二都不是他的对手 定断赛第一场 时光对上了梁乐 梁乐十分惊讶时光的齐力 短短一年竟然进步神速 他很快就输给了时光 比赛结束后 他遇到了徐一郎 接下来的比赛 时光发挥稳定 很快到了第七轮 这一轮他遇上了沈一郎 沈一郎作为道场的第二名 实力不容小觑 他已经参加了三次定断赛 经验远比时光丰富 上半场比赛 时光一直被沈一郎压制 中午休息的时候 时光十分担心自己会输 楚莹安慰他的道 这边沈一郎也很紧张 他去找板老师 却无意中看到围棋俱乐部的人 来找板老师推荐一些好苗子 板老师推荐了沈一郎 但是对方却嫌弃沈一郎年纪太大 想要年轻一点的 还说时光就很不错 沈一郎听到之后 心情十分沉重 下半场的时候 沈一郎的棋明显带着火药味 朝朝必杀 楚莹让时光小心应对 沈一郎因为刚才的事 一直心神不明 竟然毁齐了 时光和楚莹都十分震惊 从刚刚一开始 她状态就不太对 精神明显不记者 如果不是这样 我想以她的伪人 就算下错了 也不至于毁齐吧 不过现在形式上了明星 你还是有机会的 不如靠自己的实力拼一下 也算是给沈一郎一个机会 你开始我 时光刚想开口提醒沈一郎 没想到沈一郎竟然主动按下计时器 表示自己输了 月智是到场的第一名 下一场就是她和时光的对决 月智的爷爷看到就连沈一郎都输给了时光 于是找来了余亮 给月智进行赛前辅导 希望月智能打败时光成功定断 这是最后一名和第一名的对决 所有人都不看好时光 认为她必输无疑 毕竟她的对手月智 常年排名第一 还有围棋天才余亮的辅导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余亮曾提醒月智要小心时光 时光一听余亮让月智小心自己 瞬间充满斗志 今天我就证明给她看 谁才是她真正的对手 比赛正式开始 月智来势汹汹 时光也不甘示弱 但是面对月智的不断进攻 时光很快落了下风 一旁的楚莹也不由地为她捏了一把汗 因为太着急证明自己 时光一直盲目反击 眼看就要输掉其中 你不要被月智所干扰 没办法慢下来我已经要输了 你看不到吗 我不想输 我想让余亮看得起我 我们是要追赶小亮 但是你先要想清楚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下棋 不是为我 也不是为小亮 是为了你自己的小光 在楚莹的开导下 时光调整好情绪 开始冷静不局 在月智为自己的棋而沾沾自喜时 已经落入了时光提前设下的圈套中 最后月智输给了时光 时光定断成功 他十分开心地把这个消息 告诉班老师 却得知沈一朗定断失败了 原来沈一朗和时光的比分咬得很紧 这一局 如果时光赢了 沈一朗就无法定断成功 时光内心十分愧疚 于是抓着沈一朗跟他道歉 说他比自己厉害 自己出来乍到根本不配他 沈一朗没有理他转身离去 楚莹安慰时光 他这次赢棋并非侥幸 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赢了 新出断赛这天 时光对上了世界冠军于小阳 时光看出楚莹非常想下这盘棋 于是把机会让给了楚莹 这盘棋还是你来下吧 我都想通了 这期对你来说 比对我重要得多 小光 谢谢 古今第一高手的对决 一定会很精彩 观战监里 大家都断定于小阳肯定会 只有桑源老师看好时光 对局正式开始 楚莹非常看重这盘棋 因为时光是新人 按照新出断赛的规则 于小阳必须贴器目半北时光 为了能和于小阳公平比赛 楚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反贴15目给于小阳 但是 这样下太难了 即使是楚莹也很难赢于小阳 楚莹故意打乱局势 设下陷阱 引于小阳入局 谁知于小阳下棋十分谨慎 一直没有中击 无知省 想不到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小家伙 还敢给于小阳设陷阱啊 陷阱 最后于小阳赢了这盘棋 但是他也从这盘棋中 赶到了对手的实力 你知道吗 有些事情是掩盖不住的 我能感受到一种不一般的杀棋 于亮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时光要这样下棋 桑源告诉他 在开局之前 时光就背负了很多天目 他问于亮 是不是把时光当成自己的对手了 于亮说 时光是自己最有力的竞争者 从他们俩下的第一盘棋开始 他就对时光很感兴趣 一直需要记住 围棋 是需要两个人才能下的 你们两个 说不定就是围棋世界的双子星啊 这边 楚莹有些遗憾自己没能找到神之一手 还害得时光输了棋 时光却说自己一点都不后悔 反而觉得楚莹和于小杨的对局十分精彩 至于神之一手 可能下一次跟于小杨对局的时候就找到了呢 结果没等到两人对局 于小杨就因病住院了 楚莹想起一千年前 自己曾想与一位高手对局 结果等他找到那人时 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就连当年小白龙也是因病去世 楚莹寻找神之一手的心愿 就这样等了一千年 为了让楚莹跟于小杨下一盘棋 时光在病房外面守了一天一夜 于小杨被时光打动 于是答应跟楚莹下一盘 还放下狠话 楚莹十分看重这次对局 这边楚莹一上线 就吸引了众多粉丝 时光一看楚莹的排名 时隔八个月楚莹仍是排名第一的棋手 一直没人能超越他 时光有些范畴 于小杨说了如果输给楚莹 就退出棋谈 他很担心于小杨真这么做 毕竟楚莹是千年棋胜 于小杨根本不可能赢过他 这时于小杨上线了 古今第一的对局正式开始 大家都在网上围观 纷纷猜测到底谁才能赢 两人的棋局难分伯仲 他们通过棋局对话 于小杨问楚莹到底是谁 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视人 我不相信 一个棋艺如此高超的棋手 却不想让人知道 因为我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 于小杨以影亏为赌注 想要知道楚莹的真实身份 楚莹却实在无能为力 两人对局的过程中 楚莹解开了于小杨多年来的困惑 你被禁骨得太久 你害怕 你怕突破 你怕一旦改变 就会丢掉着冠军的头衔 胡说 我根本不在乎冠军 那你为何如此哭撑 我 每一局棋 都象征着时间万无运转的万千规律 一朝一时 变化无求 他应该是自由的 我们也是自由的 于小杨恍然大悟 终于找回了自己下棋的初衷 两人的旷世之战 在无数围棋爱好者的围观下 终于落下帷幕 楚莹以十分之一子的优势 赢了于小杨 两人吓得酣畅淋漓 只是并没有出现神之一手 楚莹看着身边的时光 突然觉得对他来说 与时光在一起的日子 比寻找神之一手更加重要 时光回家覆盘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什么 如果于小杨 这一步下在这儿 我都输了 你就输了 这一步是我看出来了 这步不是你 也不是于小杨 是我看出来了 看着这一步棋 楚莹突然意识到 这就是千年来自己苦苦寻找的神之一手 这天 醉酒的方须遇到了时光 自从知道于小杨和楚莹的棋局 是时光安排的之后 他就盯上了时光 缠着他要和楚莹下棋 我真的想和他下棋 当然是真的了 当时他邀请了我13遍 我没有答应 我现在愿意每天邀请他一遍 我邀请了130天 不用再等了 现在就和他下棋 楚莹被他的诚意打动 答应和他下一盘棋 这可愁坏了时光 为了不暴露楚莹的身份 时光想出了一个传奇谱的方法 方旭一听楚莹就在门外 非要去见见他 还好被时光给拦了下来 你不得给楚莹老师搬个凳子吧 我给你搬啊 你别动 楚莹老师您坐 方旭调整好状态 开始和楚莹对局 这可忙坏了时光 假装来回传奇 方旭虽然醉了 但是思路却十分清晰 时光忘了传一步棋 被方旭当场抓包 时光赶紧撒了个谎 说楚莹已经预测了方旭 接下来的五手怎么走 还教了他五手应对 方旭不相信 问他楚莹说自己 接下来两手下在哪 时光慌忙看向楚莹 楚莹给了他答案 方旭一听自己 确实想下在这 感叹到不愧是楚莹 就是厉害 说着就要起身去见楚莹 时光以各种理由 及时拦住 就在这时 坐在一旁的楚莹身体 时隐实现 等时光回头看去 楚莹竟凭空消失 时光着急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下一秒 他又出现在座位上 对局结束后 方旭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临走之前 时光故意打乱了棋盘 第二天 时光和楚莹出去溜达 突然之间 楚莹回到了千年之前的楚国 等他再次回来时 已经过来好长时间 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快要离开了 想起今天是端午节 想要跟时光好好玩一天 他看到路边的单车 吵着要骑单车 楚莹却执意要今天起 时光发现他不对劲 楚莹只好说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时光为了给他庆生 带着他走过两人 曾走过的路 往事一幕幕重现 时光特意买了蛋糕 给楚莹点了蜡烛 楚莹知道自己 马上就要离开了 他十分不舍得时光 时光 那我要是有一点走呢 我是说 就离你而去了 不可能 月亮 永远都挂着 它不会掉下来 糖 永远都是甜 我明白了 我刚才是在逗你的 时光把那颗刻着银子的种子 种进了土里 希望楚莹能永远陪着自己 楚莹和时光下了最后一盘棋 棋局还没结束 时光睡着了 楚莹看着熟睡的时光 两人曾经在一起的日子 在她脑海中不断浮泻 八年的朝夕相处 历历在命 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楚莹做了最后的告读 其实楚莹最希望的就是 可以一直陪在你左翼 我们一起下棋 一起老去 小光 夜晚一直都在 只是楚莹要走 小光 我不想走 我舍不得你 我还要再跟她走 三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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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心 我都在 楚莹三生的心 时光一觉醒来 发现楚莹不在了 她以为楚莹在跟自己开玩笑 可是楚莹迟迟迟没有出现 她还以为楚莹是因为 昨天没有骑单车生气了 于是立刻跑出去骑单车 但是楚莹还是没有出现 她威胁楚莹 如果她再出来 自己就不下围棋了 她以为楚莹会像往常一样 骂自己一顿 但是没有 她发了风势地寻找楚莹 她跑遍了两人一起待过的所有地方 甚至跳进湖里 楚莹都没有出现 她这才意识到楚莹真的走了 时光跑到蓝音寺 问无名和尚 楚莹去了哪里 无名和尚告诉她 万物因缘生 万物因缘灭 缘分已尽 自从楚莹离开后 时光一举不振 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比赛也不去参加 红河担心她出事 让她去参加比赛 时光告诉她自己不下了 她决定放棋围棋 于亮德之后也来劝她 从你往后 自从楚莹离开后 时光从此一蹶不振 发誓从此不再碰围棋 这天 她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八年前 她还是个极度讨厌围棋的小孩 也就是这天 她和于亮有了羁绊 这时 于亮缓缓走来 于亮一直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变故 才让时光变得如此颓废 这些年 她一直把时光 当作自己追逐的目标 但现在的时光 令她很失望 她拿出八年前 时光送给她的手表 这是1997年 你给我那块表 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就当那是一段 从未有过的时光 时光回到家里 拿出气盘 她想下完那晚 未完成的棋局 就在她棋子落下的时候 楚莹的声音再次传来 她惊讶地环顾四周 却没有发现楚莹的身影 突然 时光陷入了幻境 看到楚莹还和往常一样 教导她下棋 我下的每一步 我又记得你教我时候的样子 是不是我学的不够好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是不是想见你了 还要再等着一千年了 小光 这一千年的滋味 你要何尝知道 只要你一日有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比起相见来 千年有何其长 比起相见来 千年有何其短 我虽然离开了 但我始终都在 还没明白吗 她始终都在你的棋里 她已经活在你的棋里了 此时的时光才发现 自己苦苦寻找的楚莹 其实就在自己的棋里 只要时光下棋 楚莹就会一直在 时光终于想通了一切 她要振作起来 继续背负楚莹的意志下棋 少年围棋赛上 时光再次对上了穆青春 当初的那盘棋 时光用的是楚莹的白子球下法 但是却输给了穆青春 这次时光依旧用的是白子球下法 穆青春以为自己会稳宁 于是嘲笑时光道 我说什么来着 这种老掉牙的围棋啊 早就已经淘汰了 你看看 是不是比上次更惨 认输吧 你没戏了 这棋 就算白子球来了 她也翻不了盘 时光却偏偏不信邪 她回想起之前和楚莹下出的每一步棋 终于想出了破解之法 于是两人一起下出了关键一步 这一步直接扭转了乾坤 不出意外 时光赢了 穆青春十分不解 时光是围棋出段 而且半年都没下棋了 怎么能下出这么厉害的棋呢 时光告诉她 或许白子球的棋已经过时了 自己的棋也没那么厉害 但是她和白子球加起来 就能所向披靡 第二场 时光又遇上了月志 这一场至关重要 赢了就能进入国庆队 代表国家和韩国对战 比赛开始前 时光遇到了余亮 两人说起一直没下的那盘棋 比赛结束 时光和月志对局 时光赢得了比赛 余亮也不出意料地赢了红河 两人将代表国家去韩国参赛 睡梦中 时光来到了千年之前 遇到了楚莹 楚莹正经危坐 并没有说话 而是给了时光一把折扇 转而消失了 时光从梦中醒来 发现床头真的有一把折扇 原来楚莹真的来过 时光要和余亮一起代表国家 初战韩国 两人要下双人棋 必须配合默契 于是方絮要给两人进行积蓄 时光和余亮信心满满 觉得我不敢说 就从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来说 她的每一个心理 都不了手之间 其实是了解 余亮她的每一个想法 我都摸得一圈 谁知 两人和方絮对战的时候 吓得一塌糊涂 余亮不懂时光的想法 时光也看不懂余亮的奇目 两人险些打了起来 方絮健壮 叫来了师兄白川 打算给他们做一个示范 方絮和白川一起学了七年棋 自称是围棋界的黄金搭档 简直心领神会 株莲闭合 结果很快就输给了余亮和时光 你看 叫你抢 你真有意思 刚刚你自己说 你也想下这儿了 但我不是还没落死吗 真是自动神会 株莹闭 由此可见 双人棋确实很难 不仅要配合默契 还要能懂得对方的想法 为了尽快培养默契 两人每天同吃同睡 所有的时间都在一起 但效果还是不明显 于是时光带着余亮来到一江湖道场 去找板老师和大老师对应 两人是多年的老友 从小就一起下棋 不用说话 一个眼神就能看懂对方的想法 时光和余亮很快就输了 大老师告诉他们 必须多加练习 才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下棋的路数 两人必须相互信任 才能下出有感情的棋 他们接着去找了桑圆和找冰封挑战 两人下了大半辈子的围棋 其风纯厚而有力度 时光和余亮一直没有找到破绽 见两人陷入困局 桑圆谎称体力跟不上 给两人留下思考时间 看着两位日渐成熟的年轻人 桑圆十分欣慰 为了给他们增加信心 故意放水输给了时光余亮 出征韩国的前一天 时光和余亮重新回到了 黑白问道馆 看着里面正在下棋的小朋友 他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最终 时光和余亮富含参赛 拿下了北斗杯的冠军